降榮献瑞賀新稅 祝福金融穩定發展 金融業欣欣向榮 金管會主委黃天木 帶著一級主管拿著春聯 一字排開舉辦新春記者會 去年金融三頁 銀行保險證券合計稅前 共賺超過七千億元 年增46% 創立年次高 其中銀行獲利突破五千億大關 更是創歷史新高 獲利的提升 並不代表我們就身處成平時期 我們面對的是一系列 既陌生又似曾相識的風險 那抗榮猶毀 則提醒我們要 在順境時更加的謹慎 台股去年 漲幅亮眼 仅次日本 不過黃天木強調 未來人要戰戰兢兢 因為巨變只在朝夕之間 像是城市中國地產 龍頭的恒大集團 如今面臨破產 周一還被香港法院發出清盤令 好在台灣金融業全身而退 國人基金的持股部位 也在去年11月時降到零負險 每次台股遇到了外界的一些重大的波動 包括升息 包括疫情 在那個當頭大家都有所不安 可是就好像 水谷傳裡面有兩句話 誰無暴風靜雨時 守得雲開越見雲 台股有足夠的韌性 有夠支撐過 對於台股的龍年展望 黃天木再度引進句點 相信台股的韌性 而新的一年金管會列出七大施政方向 更首度寄出新措施 要打擊並防範金融犯罪 在推動數位轉型過程中 如何讓一些弱勢民眾 或高於民眾的數位落差 能夠被降低或是減少 這都是我們目前在努力的目標 身為金管會歷屆任期最長的主委 黃天木相信台灣的資本市場 新的一年能創造更好成績 每日七星期六期黃播 樊駿豪台北裁縫報導 在新的一二十一年 最終快樂 算了 新的顏色 新的一年